來看到像美國在印太地區 採取了有好幾個多邊的組織 包含了有什麼呢 有美英澳的AUKUS 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另外還有美加英澳紐的五眼聯盟 還有澳的四方安全對話 但最近又有一個新的了 組成一個美日澳非的SQUAD小分隊 那日本的這個日經亞洲評論 表示說這個小分隊 跟四方安全對話 有一個最大的差異 是什麼呢 就是明著對中國的威懾而來 而且是聚焦在南海 好 我們看到呢 這個四個美日澳非的四國的國防部長 這個月二號在夏威夷 舉行了一系列的會議 就是為了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制定了這個雄心勃勃的方針之後 那麼五角大廈官員呢 把這四方聯盟稱為什麼呢 稱為小分隊 美日澳非呢 在四月舉行的這個海上的軍事演習之後 接下來在今年的還會再舉行更多的演習 我首先要請教一下副司令 我看到在亞太地區 哇 現在好多的這種多邊組織 熱鬧非凡 現在連這個小分隊都出來了 有人說他是小北約 你怎麼看 我認為距離小北約 還有一段非常遠的差距 因為這個不管是奧肯斯的 這個安全夥伴關係 就是美國 澳大利亞 還包括英國 還有四方安全對話 因為包含美國 澳大利亞 日本 還有包括印度 那現在的話這個 我們講到的這個小分隊 美國 日本 澳大利亞 菲律賓 最重要我認為都是圍繞到南海 南海的話就是菲律賓 因為就菲律賓在前面 現在包含馬來西亞 有輪土爭端的 包含馬來西亞 包含汶萊 包含越南 好像這個動作都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動作 就只有菲律賓 就菲律賓的動作 那把菲律賓都做出來 那對日本來看的話 是個戰略風險的轉移 最起碼的話 不會對著一個東海的釣魚台 在南海以後 變成一個東海一個南海 變成一個戰略轉移 戰略風險轉移到那個地方 對日本來講會相對安全 那對印度來說 印度跟中國大陸有這個領土 一個是東段 一個就是藏南地區 另外一個是在西段的地方 總共有十二萬平方公里 把這個戰略風險轉移到南海 對印度來看 也可以做戰略風險的分擔 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要他所求 所圖 是這個樣子 那要變成這個小北約 那問題 我認為沒有那麼具體 因為攻守同盟 有沒有簽 簽條約 沒有 沒有 對 就北大西洋公約 是有法律的 大家都簽條約 總共 目前是三十二國家 這個他都沒有 沒有簽 對 是一個小北約 是一個隱形的 小分隊而已 那個四方安全通話 加上五眼聯盟 有的是重疊 你看五眼聯盟 包括美國 澳大利亞 紐西蘭 加拿大 英國 他是個五眼聯盟 你看他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又跟四方安全通話 又跟奧肯斯 又有些是重疊 又跟這個小分隊 又是重疊 所以有的都是重疊 那重疊我們可以知道 就聚焦在南海 那我們看澳大利亞 為什麼澳大利亞 都有參加 澳大利亞是沒有天敵的 你看他沒有天敵 他在那個 他在澳洲 就一個 這個就一個國家 叫做澳洲 叫澳大利亞 他現在沒有 那他跟在美國 那美國去哪裡還是去哪裡 是這個樣子 那美國四方安全通話 美國這個小分隊 他也加入美國小分隊 是這個樣子 最重要的我認為是在日本 日本他比較 他比較在那個東海的方面 他一個人是鬥不過中國大陸 那很簡單 戰略語轉 把這個戰略的焦點 把他一部分放在那邊去 這樣相對於日本會比較安全 所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所圖 每個人所圖的是他的目標優 他每一個的國家目標又不一樣 那日本專注的是他釣魚汰 菲律賓專注的是他的這個南海 不管是黃岩島 或者是仁愛礁 或者是九張群島等等 印度是專注了 他的中印邊界的領土的糾紛 所以每個人焦點是不一樣 目的也都不同 然後大家在一起 然後想要變成這個小北約 我認為要具體化 要有僑越 這個他平常這小分隊只是一般 一般演習 大家參加一下 而且都是他們這幾個國家 都是環太平洋軍演的會員國 那這樣的話他們目前 我認為還沒有具體 有成形但是沒有具體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顏老師 因為美國跟這麼多個國家 其實很多是重疊的 那採取了這麼多個多邊組織 那為什麼不要合起來做一個 像是北約這樣的一個組織呢 幹嘛要跟不同不同的國家 有這樣的分隊 但是又好像沒有在法律上 沒有一個簽約的一個這樣的條款 我覺得美國 當然很希望在亞太地區 也有一樣 類似像這個我們說 北約這樣的一個多邊條約的 一個組織 那曾經有過 一九五零年代的時候 他也搞了一個CITO 東南亞公約組織 就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類似 那那個時候國家什麼 是菲律賓什麼巴基斯坦 然後搞了澳洲 然後還搞了這個英國 法國 這個外面的國家都在裡頭 後來那個就發現沒有了 那個已經結束了 好 真正 那其實東南亞最重要 是阿西亞的國家 可是阿西亞國家 基本上不願意跟你弄 好 所以美國就是有它 單獨的條約夥伴 譬如說他跟澳洲紐西蘭有 對不對 他跟菲律賓有 他跟日本有 他跟韓國有 他很想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因為如果今天韓國有事 日本可以不理的 美國要理對不對 但是如果美國在這個理的過程中 美國被攻擊了 那日本當然要幫忙加入 但是如果在這個只有韓國出事 日本可以不理 日本出事 韓國可以不理 所以而且基本上美國要求把他們兩個弄在一起 我相信日韓可能也有一些問題 但美國就希望說我搞一個多邊的 慢慢把你們都加入 然後日本跟菲律賓也弄在一起 可是這個東西 大家今天是跟你單獨來往 我們就有的時候我們講說群組 有些群組說我單獨跟你一個群組 但然後我們這邊再一個群組 但是你說我們要把它拉進來 我們三個人一個群組 同一個群組 那就不要 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對不對 這是很清楚的 但是美國今天是很希望 把整個的東南亞都拉起來 還有一個叫做從來不入群的叫印度 印度 沒事你們要有活動我參加一下 可是你看印度是一個長期以來 就覺得它是一個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 然後它跟俄羅斯還要保持關係 所以它從來不... 那美國的理想當然就是說 我有事你來參加 可是有參加目標是他會入群喔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有的時候知道嗎 今天我們同學一起吃個飯 結果完了你說大家加一個群組 就有人不加喔 對 對不對 你就知道嘛 不見得那麼的合群 沒有那麼合作說 好像大家交換一下 照一下你的這個QR Code 就有人不理 那所以就他吃飯來了 但他不參加 你說印度來吃飯了 但不一定要加入 對 不一定要加入群組 那美國當然希望我這個群組很擴大 可以就像北約一樣 然後有什麼事情全部都動 因為否則的話今天 譬如說今天台灣有事 日本不一定要理的喔 對 那除非是今天因為美國介入了 然後中國大陸跟美國起衝突了 那日本可能要 那否則的話其實真的是不必 那所以這個才是美國希望把整個 這個群組把它拉了擴大的原因 接下來還是要請教一下副司令 我們看到德國現在也來參戰了嘛 我們看到呢 在中國跟台灣的南海緊張升高之際 路透社表示說 德國在七號呢 派遣了一艘的護衛艦 還有一艘的補給艦 前往了印度太平洋地區 強化這個區域的軍事存在 那德國國防部長表示說 這些緊張呢 是已經對航行自由 還有貿易路線的自由通行 帶來很大的壓力 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歐洲對外的貿易 經過是南海區域的 那這些軍艦呢 將會通過南海 但是目前不知道 會不會經過台灣海峽 那這個舉動呢 肯定是會進入德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也就是中國 那麼這個防長表示說 由於呢 這個幾艘的這個 這個同盟國的海軍船隻呢 曾經通過這個台灣海峽 所以呢 這顯然是呢 一個其中的選項 是不是會經過台灣海峽 是個選項 但目前呢 還沒有做出決定來 但是呢 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呢 德國的這個軍艦呢 預計是在八月的下旬 會停靠在東京港灣 那麼將會參加美國環泰軍演 副將軍 副先生怎麼看這個德國 德國的軍艦 會不會經過台灣海峽呢 他來的時候或許不會 但回去的時候 是不是會經過呢 我認為他百分之七十 不會經過台灣海峽 因為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他的主任務 他主任務是要參加八月的 環太平洋軍演 因為現在二零二是 那個環太軍演 是八月份 他主任務 他要從 因為我們到德國 他一出發的時候 要經過這個 殷吉利海峽 走大西洋 然後進入地中海 進入地中海 然後經過川普越 蘇伊之銀河進入紅海 然後進入 我們所講的這個阿拉伯海 阿拉伯海之後 就叫新印度洋 穿越到整個印度洋 然後到東印度洋 經過這個馬六甲海峽 然後進入南海 這個要將近一個月 對 因為從大西洋 地中海 一直到印度洋 然後進入太平洋 因為南海已經屬於太平洋 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 他走兩個路線 第一個是走台灣海峽 然後另外一個是走 巴士海峽出去 我認為走巴士海峽 極度高 為什麼 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 他要問一下美國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老大是誰 這個地方老大是美國 而且美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 德國也是 大家知道全世界 美國駐外基地人數最多的 不是日本 不是韓國 是德國 三萬六千多人 有時候最高的話 到三萬九千人 最多的是在德國 所以很多德國是 他會問一下 美國我要走哪個路線 那美國說 你要走台灣海峽 或者是走巴士海峽 看美國的態度 而不是德國做決定 第二個 德國最大的貿易國是 中國大陸 是 很清楚的 那知道軍事要靠 要服務政治 軍事要聽政治的 政治要對軍事服務 經濟就是賺錢 要做生意 對 那不能把這個生意 把經濟搞招 大家要做生意 你上往來 這是這個樣子 那軍事為政治服務 政治為經濟服務 那很清楚了 那他要看 一個中國大陸 這方面的態度 如果這樣 因為這個軍事上的失分 而造成經濟上的影響 會得不偿失 所以他考量到了 美國的因素 跟中國大陸的因素 所以按照我的判斷 就是要百分之七十 通過巴士海峽 到日本去 跟日本進行復訪 或因為他們相互准入 然後再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是這個樣子 那百分之三十 那可能會承諾台灣海峽 所以說從台灣海峽 經過的機率 並不高於通過巴士海峽 這樣子算不算是虛晃一招呢 因為他最終還沒有虛晃一招 因為他主任務就是要參加 環太平洋軍演 就是他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帶這兩個也威脅不大 第一個飛彈巡防艦 第二個中和大型補擊艦 那他這個中和大型補擊艦 就是我們講的 載油載水的 載彈 最重要是那個飛彈巡防艦 那飛彈巡防艦 畢竟佔力擔保 就這麼一艘 那就是當然他這個軍艦 當然是從國土的延伸 那這個具有一些象徵的意義 但是不要忘了 這些政治符號 是要為經濟服務的 那因為考量到經濟 他在這一方面就有所捉摸 然後順便看一下美國的態度 因為美國在全世界最大的駐軍 在德國 所以他也要看 聽聽美國的意見 由美國來做 美國說你單純一點 你的主任務就是參加環貸軍演 你不要在那邊做 做聲勢 單純一些 那就不一樣 就百分之七 走百分之七 走巴士海峽了 我現在請教一下楊明 我們看到剛剛 顏老師有提到印度 印度是從喜馬拉雅山 到海洋 都是抗中的 那現在印度有三艦的 抵達了這個新加坡 要在南海進行戰略的部署 那麼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印度跟中國 在喜馬拉雅山的交界處 過去就曾經爆發好幾次的衝突的事件 甚至後來也變成了冷兵器 互毆的局面 那麼印度海軍最近是派了三艘的軍艦 預計會部署到南海地區 來協助菲律賓對抗中國 那印度導彈驅逐艦德里號 還有這個沙克蒂號 以及反潛輕型的護衛艦 三艘是在六號已經抵達了新加坡的 將以海軍基地要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 那印度時報表示說 因為面對了中國海軍的間諜船 在印度洋出沒 那麼印度是已經藉由定期的 跟新加坡 越南 印尼 還有菲律賓等東協國家聯合軍演 做軍事的交流 還有這個訓練的計畫 強化彼此的國防的合作 那麼中國在這個環印度洋 地區的海軍活動 以及幫助巴基斯坦強化海軍 實力的運行 現在是引起了 這個印度高度的關注 那麼印度海軍軍艦 是在九號從這個新加坡出發 前往馬來西亞進行訪問 並且在之後會造訪菲律賓 陽明怎麼看印度的這些動作 這個很簡單 叫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就是中國大陸現在跟誰吵架 我就跟他做朋友 我就找誰 那反正本來我們有一個這個 所謂的這個東協的這個機制 他們做了這樣的軍事演習 那當然這個後面 絕對是美國在推波助瀾 那去做這種所謂的區域整合 那美國 我覺得孟神 如果今天用過去古代的 這個一個三國演義裡面的故事 美國想要促成那個叫反董卓聯盟 就是把中國大陸弄成一個 就是你看現在整個全世界混亂 就是他們在搞的 要反俄羅斯 要反這個中國 就是他在抗中這個邏輯 就是說我集結各地的諸侯 一起來對抗 他那個印太戰略某種程度上 有這個這個氛圍 但是反董卓聯盟最後有成功嗎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失敗 為什麼 因為每個諸侯想的 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現在各國想的 都是自己的利益 我說這個才是問題 就像剛剛這個顏老師講的 那個你一個一個去拉群 比如說印度跟菲律賓可以談 印度去跟別國不一定 美國去找印度 印度說你來找我幹嘛 不一定 他們可能說這個我可以 到南海這邊我可以 但是你要我到太平洋去 不好意思我這個等等 比如說德國二零二二年 他也去參加環太平洋 這個這個這個聯合軍演 那那個時候 這個老共有跳起來嗎 有去封殺德國嗎 對不對 所以關鍵在於說 如果他選擇走 他有過這樣的經驗 他不是第一次 那其實我覺得還要看一個東西 現在習近平到了歐洲去 他拋出的訊息叫做 奧運期間全球停戰 而環太平洋聯合軍演 就在那個時間點 他沒有停喔 因為就是七月二十六 到八月十一嘛 那環太平洋這個軍演 很有可能是在這個期間 我覺得孟宏神度中國大陸 拋出一個期 我是和平的倡議者 而美國在搞區域對抗 美國在搞軍事的對抗 那我覺得孟宏神度上 這個這個一定有一個 所謂的策略 我們那個中國古代講一個 叫做忍者無敵 你你你主張仁愛 你就不會有敵人 我覺得孟宏神度習近平 他也許誤道了這一塊 當他主打是和平 這個路線 倡議大家都停啊 我們都不要打了 因為奧運象徵的是什麼 本來就是一個全球 用運動競賽 取代戰爭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覺得這個去兩相對比 那美國現在搞這種 這個遍地烽火 到時候最後 到底能不能把這個聯盟 成立出來 這個所謂的什麼印太架構 框架聯盟 到底能有幾分熟 我覺得都還在觀察 好 我們看到現在 剛剛有提到說這個印度 但是這個馬斯克本來是要去印度的 但臨時他突然的決定 他要訪的國家換了 換到了去中國 見到了這個李強 我們看到這個特斯拉CEO 馬斯克本來他最近是要去印度 要去訪問的 但是他最後一刻取消了跟印度總理莫迪會晤的計畫 他反而去了中國 那原地跟莫迪還有其他的印度高級的官員 舉行的會顧 曾經受到廣泛的期待 而且當地還做了很大的宣傳 那麼特斯拉本來是預計的 要宣布在印度投資 二十到三十億美元 要進入一個電動汽車的工廠 提供了有關這個新鏈的最新的信息 但是最後馬斯克是以特斯拉失誤 非常的繁重 所以他推著的印度之行 我請教一下顏老師 這對莫迪來說對印度人來說 真的是情何以堪 我覺得最近很多人都在講 包括在台灣一些比較反中的 都在講說大陸的這一套體系 就叫養套殺 就是讓你來 然後把你這個技術拿走了 然後到最後把你一腳踢開了 那為什麼這些企業還去 那我覺得馬斯克看到的就是說 今天大陸的市場 他的購買力以現在的程度來講 遠遠超過印度 我今天在這裡 我現在進來我還有一批 還有一個 這個很大的一個機會可以賺一些錢 對 那我現在到印度 可能不會被馬上學到什麼東西 但是也不構成我任何的我們叫profit利益 這個收益可能也不會馬上見到 所以他寧可現在有可能冒著這個被 未來被這個技術整個被轉移到 那個大陸都學會了它的自動駕駛技術等等 但是在那個之前他也賺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這些大企業看的 就是要做比較嘛 就是說雖然在印度我可能不會那麼快 但是對不起 等於我要回收 我那些所有的力 可能沒有那麼快 馬斯克的算盤也是打得很輕 算一算還是先去中國再說 因為我自己感覺上 我去就是說我們同樣 大家都是這個學者 大學的對岸的學者 很熟的 以前開的車比我們破 現在開的都比我們好 那就表示說 他們的這個購買力 確實是比我們現在都要強了 那這個市場我相信馬斯克眼睛不會瞎掉了 他一定看到就是說 有些東西我合作 我現在真的還是可以賺的 好 我接下來問一下陽明 是不是馬斯克就決定要放棄印度人呢 因為他現在還派了這個特斯拉的救火隊長 朱曉彤前往中國 你怎麼看 我想第一個就是 中國大陸現在這個電動智慧車產業 已經如火如荼都發展起來了 那馬斯克當然有一個很重要 他也要瞭解說我們特斯拉的優勢 還有多久 對 就是說特斯拉當然他因為起不早 但是他很快地面臨到 所謂的價格競爭的壓力 尤其是中國大陸 現在那個你看像這個前一段時間 這個馬前總統到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 也去看了他們這種所謂電動車產業 那甚至比如說 他這個原地回轉的這個技術 馬前總統還說有這個必要嗎 其實很多人覺得這個功能蠻厲害的 所以我說當今天尤其像中國大陸 他們居然不是傳統汽車商 都變成是叫做什麼 你手機商 就所謂的3C產業進軍 這個電動車的這個市場的時候 那他們把整個電動車 智慧車的產業變成了叫做3C 以後人家買車 不是像不是像以前我們買一台汽車 而是買一種叫做家庭 或者說家電生活的那種夥伴 所以這個當然特斯拉 是這個所謂電動車產業裡面的一個 某種程度過去是世界的龍頭 可是在中國的這個所謂引頭桿上 這個這個浪潮裡面 我覺得馬斯克他不能小看 對 包括他的這個定價策略 包括他的一些 他都不可能去放棄掉中國大 為什麼 當這個地方變成是最先進的科技 開始集中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絕對不可能放棄的 那當然馬斯克 有時候你不得不說他因為他夠狂 他的投資的這些策略 你很難想像 有人用天才來形容他 但是當他今天碰到這個困境 我覺得值得觀察就是 他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特斯拉這個叫做這個王者再起 我覺得這個倒是很好看的一個商業的 這個競爭的一個故事 所以他其實想的是未來 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 甚至搞不好他下一步就是直接講 我們我們要開始往這個火星移動了 再往下一步下一個世代去跳 所以我們都拭目以待 開闢另外一個新的戰場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或是坐下單 同時有散了 不要儘管 請坐下巴 小道菊 問題 固定 同時有多互相 有酸 悲弱 放大 心